为了帮助马来西亚水灾灾区的民众重建家园 慈济志工昨天在吉兰丹展开了以公代正 那么慈济志工首要重点就是要协助五所学校 在下个星期一以前恢复校园环境 让学生可以安心的上课 至于在今天上午呢 慈济花联本会也和马来西亚进行视讯连线 针对于灾后复苏以公代正 正因上人感恩志工的带动也给予勉励 透过视讯连线慈济基基金会花联本会 持续关心马来西亚东岸大水灾情 以及志工动员状况 慈济志工在30号已经在吉兰丹展开首坡以公代正 也将加强重点区域的清扫 然后我们就准备是那个星期五 我们以公代正就号召要越多越好 一方有难十方持缘 马来西亚慈济志工跨越地理上的距离 汇聚到东岸 也有来自新加坡的慈济志工 挺进灾区投入勘灾 这一份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胸怀 就是慈济人的使命 师父实在是这么不甘 不过也是师父要你们在那里带人 所以希望人人同心这种的和和互血 大家很甘愿去付出 这就是菩萨真真把握因缘 远苦众生去付出 大家的一份的辛劳 这是他们一份的解脱 那这种的苦难中 有大家的辛劳 他们就会早一天的解困 人间菩萨远苦众生 马来西亚慈济人 不只要将爱心铺满地 更要将佛法遍满人心 号召更多相亲 一同投入 以公代正 大爱新闻 陈信宇 刘洪志 花联报导 这个评论来说 小故事